爱国舍二型飞弹冲破天际 国军海空精准弹药操演8月20号起登场 会邀请媒体拍摄部分飞弹 居西要验证发射的除了爱二还有攻三 雄二以及雄三等多型飞弹 但居西最特别的是它 宣试迷拍下搭载剑降无人机的大型载具车辆在路上奔驰 这是一辆自杀式无人机最远打击距离可达一千公里 那它除了可以跨海攻击在中国大陆陆地 中共那个防空飞弹的雷达之外 它其实也可以用来攻击在台湾周遭海面上 这些军舰的雷达 让它丧失了作战 另外传出中国运近期也将实弹射击最新的天宫四型防空飞弹 可变换轨道拦截 有望反制共军的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弹道飞弹 但就在我全力验证不对称战力的同时 军事明18日早上发现 在宜兰乌石鼻东面33海里 募集中共型号795的天全新电子侦察舰往南航行 不排除是要侦测周二的实弹射击 那这些电子侦察可能就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能够收集相关的一些讯号 记录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跟分析 从中找到如何防卫或者是对我们进行电子干扰或电子材质的一些方法 另外18日的航期图显示距离台东60海里的位置 增获两架中共直升机 不排除底下至少有两艘共检出没 共军近年持续挑战我国底线 我在透过时射飞弹提醒别越来迟一步 TVBS新闻林明辉 刘婷婷 台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